如果现在 美国正准备把台湾乌克兰化 而且已经宣布对台军售 14套火山车载布雷系统 这就是说在十分钟之内 就可以埋下 一万三千多颗的地雷 不用到一周 台湾就变成这个 地雷的警戒区 那这个是美国要 正在对台湾做事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很警觉 乌克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大家假如以目前的局势演变下去 只要一个插枪走火 台湾就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这是大家想要的吗 我也不明了民进党为什么 你一定要去用意识形态 操作两岸关系 没事你去惹他 惹到最后然后你说他来打我 然后就说我们要布雷 我告诉各位 在国际上已经不准再布雷了 我觉得那美国要卖 卖这个东西给我们 难道我们不能say no吗 对 真的非常邪恶 你要卖 你要卖飞机给我们 我们OK我们感谢 我们有最好的飞机 最好的飞弹 保护我们自己 我请问你要在我们的岛上面布雷 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 台湾要是走到布雷是什么意思 已经到了陆军的巷站 两边接站了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台湾早就完蛋了 所以我请问你 你买这1.81的这个布雷系统 有意义吗 布雷是布在路上 布在路上的那谁都会碰到 今天不要讲什么 金门还有几千颗地链 还没扫出来 美国有它的算盘 我也不理解当美国的利益 跟我们台湾的利益冲突的时候 为什么民进党 永远没看到台湾的利益 尤其这种东西是绝对 不可以允许发生的嘛 你要买去买飞机 你要买飞弹都可以 怎么去买一个布雷系统 你要布在哪里呢 布在蔡英文你家吗 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真的是我没有想到 民进党会 无知不专业到这种程度 是 好那这个老师 让大家有一个思路 不去理清 而不是像绿营所说 大陆不会打过来 我当时还听到这种说法 这真的是不要乱开玩笑 大陆会不会打过来 第一个你不去招惹它 它也没有必要打你 对 我再提醒大家了 我们一年42%的货物 卖给中国大陆 我们每年从中国大陆 赚1800亿美金 它是我们最大的金主 最大的客户 各位假如你是做生意的人 你会每天对你最大的客户 给他丢鸡蛋吗 不会 不会啊 可是我们就 那我们就每天 对我们最大的客户丢鸡蛋 然后你说他不买我的白带鱼 不买我的月饼 不买我的文旦 刚刚好而已啊 是 好 老师 我们先听听看 这位蔡妈妈好不好 她非常非常忧心 她是挺绿的哦 但是她儿子在军中 因为发生了这个 打靶死亡事件 18周军方就说 她是灰色思想 致意身亡 结果上了法院 到现在十几年了 民事国军的部分 国防部判赔148万 但是刑事的部分 是一审是不起诉 现在蔡妈妈在意 她希望把儿子死因给找 真正死因早出来 我们先来听听看蔡妈妈 她对于延长兵役 还有美国对台湾的状况 提醒大家要觉醒一下 电视频 带头先去当职业军人 你先带头当职业军人 你先带头当职业军人 你八十的小孩 不然来去服从你讲的 今年多不要紧 这是我的手法 我的看法 我不希望说我们当官的人 都永远用那一种 把人这死不得都在对台 而且我們這麼八成的女人 都剩下兩個而已 現在還要上去做兵 要上擔場 那不可能 民進黨 执政 萬一八糟 都在執政 好像全部的事情 都由他們自己講了就算 他們通過了就算 他們想什麼 他們就要通過就算了 他們有在真正聽到 會寫到人民真正的想法嗎 沒有 泰銜的案件到現在 國家都沒有給我一個公道的交代 也沒有公平審理 這是我一直對國家覺得 對人民的不公不平的訓練 泰銜民進黨 执政 我為什麼請民進黨 我們是前面 請民進黨去执政 希望他能夠為 長久以來這個金鐘 有淹死的案件 全部都重新審理 重新調查 然後他們既然沒有做好 他們所做的全部都是半套 金鐘一定要有一個窗口 而且在這個窗口 必須一定要有 真正今天受害家屬的人 在裡面 是我們要來帶領他們 來怎麼去處理這個金鐘裡面 長久以來的黑箱 黑箱作業的任務 不是他們來 不是他們來引導我們 一切都是他們要引導我們 之後那就跟你現在講的那個什麼 我們司法改革還是一樣是假的 希望真的 政府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的政府 你們只要盡到人民的生命 那終是人民真正的贏 你們不要民進黨執政 你國民黨去批評他 然後民進黨執政 換國民黨批評他們 我只覺得他們兩黨這樣子 比來比去都是很爛 我不希望我們台灣是一定 被國民兩黨這樣子玩弄 國民黨有很好的立委 民進黨也有很好的立委 但是我們希望 這些好的立委能夠再進行執政 但是我們不希望人民不要亂 為了他們的選票 就是因為它是國民黨民進黨 就是不能上戰場 一定不能打仗 這個一定能夠談的 你蔡總統在這時段 我還是覺得說 必須一定要跟中國的好好談 我們不要全部都是聽美國的影片 因為我們不是美國 不是美國把我丟給我們 然後當炮灰 然後我們台灣人 又要為美國來犧牲 這一點我真的是沒辦法接受 好 真的聽得很難過 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 台灣變成是戰場 那我們這些可以預先到 可以預先阻止的 為什麼不阻止 謝謝大家 謝謝 父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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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